2001年10月26日夜,山西近中大玉口村接连响起数十声枪响,之后在大批民警赶来之后,对这支枪的主人展开了围捕,在警方的虫中搜查下,这场事件的主人公终于是被捉拿归案,这数十声枪响的背后是14条人命和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正义的胡文海。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一夜连杀14人的穷凶极恶之徒在落网后被网友们称作英雄,在落网时还满脸笑容地承认是他所为,甚至表示还有很多没有杀,他是如何到达这幅境地。 而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订阅酒窝谈奇闻,了解奇闻意识,埋下仇恨的种子,胡文海本是大玉口村的一个普通村民,在那时上过高中的他,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本事,因此脾气暴躁,性格要强,有仇必报,但为人正直,做事果断,同村的人对他是又爱又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国家对各省各地的经济发展保持开放的态度,山西煤矿众多,因此也诞生了许多煤老板,胡文海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在1993年开始承包村办的大玉口煤矿,短短五年时间就让他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煤老板。 期间他还通过一些手段多承包煤矿两年时间,而这些年也是让胡文海从一个村民一跃成为了一个富豪,这让他对于金钱更加的渴望,在这之后,由于胡文海承包合同到期,村子决定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决定由谁来承包煤矿,胡文海找到时任村干部的胡根生,想要花些钱将煤矿继续承包。 而作为村干部的胡根生觉得一直让胡文海承包他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别人出价较高,他也能从中获益,因此煤矿将由别人经营,于是胡根生没有答应胡文海继续承包的事。 而胡文海和胡根生的梁子就这样落下了,1999年,大玉口村煤矿在近三年间存在少爆煤炭产量5万吨,偷漏税100万余元并少交25万元的管理费。 吴金山镇供销公司经理贾润泉发现了这一情况,介于胡文海在当矿长时,会给贾润泉一些钱财以帮助胡文海挣更多的钱。 在他掌握好这些证据后,他找到胡文海商议,胡文海知道后便洗上煤烧,说到这样举报就能把这个矿长给撤下来,我就有机会继续当矿长。 胡文海和贾润泉商量后,让贾润泉到稽查处举报。 举报后,稽查处多次前往太原进行调查,但多次调查后却说没有查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煤矿这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处罚。 最终胡文海只能不了了之,贾润泉还因为举报导致被这个煤矿矿长打了两拳,而胡文海在知道后更加的愤怒。 他相信就是因为村干部在上面花钱打点了,所以查不出来东西,而这就导致胡文海心中仇恨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恶向胆边生。 同年6月19日,胡文海在村中对自家田地进行浇灌,本村的高家兄弟二人也在田内浇灌。 由于用水的原因,胡文海和高家兄弟二人产生争论,争论过程中,高家兄弟人多势众率先动手,而胡文海也不惧怕他们,双方扭打起来,扭打的过程中高家的大哥拿出了铁锹,朝着胡文海头部猛地砸去,胡文海头部被砸得血流不止。 在批伤胡文海后,高家兄弟还要一副继续下狠手的样子,还好胡文海的弟弟胡青海及时赶到,方才把胡文海送到了医院,仅仅是头部就缝了二十三针之鱼。 而在住院期间,高家也没有人前去看望和解,出院后,原村之书胡根生受现任村之书李立生所拖来出面调解,并拿出两万三千元的和解费。 而这个现任村之书李立生就是高家二兄弟的姐夫,胡根生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来找胡文海进行调解,但性情暴躁,要强的胡文海没有接受。 他认为这件事并不简单。 背后定有他人指使,不然平时素无往来的高家兄弟也不至于这样,因为一点小冲突就把他往死里搞。 而他最怀疑的就是身为高家兄弟姐夫的李立生和原村之书胡根生,因为胡根生曾说大玉口村除了胡文海敢告我,谁还敢告。 因此,胡文海笃定在大玉口村没有背景的高家兄弟是被胡根生和时任村之书的李立生所指使,原因就是他们认定, 当时贾润泉的举报是胡文海在背后指使,对胡文海心怀仇恨所为,其根本原因是他们二人对胡文海挡了他们财路的事,怀恨在心。 报复心强的胡文海哪能忍得下这口气,在受伤之后就对胡根生和李立生等人动了杀心,并先后购买消防府和向同村的刘海旺索要炸药3.7公斤以及雷管五枚,并制定了相应的杀人逃跑计划, 但他并没有立刻执行,而是在一直搜集证据寻找机会。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胡文海一直都在等待时机,刺激出手。 期间,胡文海曾设想在除夕夜对这些人进行报复,但在此时的胡文海也想要通过法律的武器来对这些人进行制裁,因此他不断地搜集证据。 也是在多方的因素下没有进行这个疯狂的行动,在这最后一丝理智下,胡文海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黑暗落下前的最后一丝阳光。 两年后的2001年初,大玉口村煤矿再次开启招标,胡文海继续参与了招标,他想要证明村干部和矿场矿长之间是否真实存在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一次,胡文海依旧没能中标。而胡文海也认定这其中一定是村干部搞的鬼,没过一段时间,胡文海想办法拿到了大玉口村煤矿再早些年的工资表,而后通过这个工资表的查账得出了村干部在这几年内贪污了500多万的结论,在那个年份500万是相当大的一笔巨款,如果被发现这种级别的贪污是要被判刑的。 胡文海由此想到去举报的想法,如果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把他们一网打尽,也免除了自己一起陪他们受罪,于是胡文海挨家挨户地跑,最终如愿拿到了大玉口村的121名村民的签字。 有了这些签名,他对于举报充满了信心,毅然决然地开始了举报的道路,他从公安和纪委两个方向入手,然后便开始了如同电影情节一般的举报流程,在镇子上举报,被退回,再跑到区市去举报,又被退回,最后一直跑到省里去进行举报,最后依旧无果,历经八个月的上访举报,最终却杳无音信。 甚至他的举报材料,还被于次区公安局押了五个月之久,每次的上访,最终都会回到两个部门,分别是乌金山镇纪委和于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被捕后的提问中,胡文海说到,乌金山镇主管纪检的崔副书记,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有办法。 而经侦大队却以没有办案经费为由来搪塞胡文海,当胡文海提出自己出钱办案时,经侦大队却又以办案人员不够来敷衍他,面对着政府纪检部门的不作为和官员的围观相护,胡文海心中愤怒的情绪被不断放大,进而放弃了通过正当渠道的来解决问题,决心由自己来伸张正义。 而这也导致了后面悲剧的爆发,此时胡文海的内心已经变得扭曲,对村子中的这些恶人恨之入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疯狂的计划,在他的死亡笔记上足足记了有45人之多,这俨然已经化身成为杀人狂魔。 恶魔降临人间,2001年10月26日,心里扭曲的胡文海已经对相关单位不再相信,他指使刘海旺以调解为由,将胡根生和袁大玉口煤矿会计理系骗至自己家中,并伙同自己的弟弟胡青海殴打二人,并拿出猎枪,威逼二人写出贪污材料。 一二人不从,便同刘海旺手持消防斧,将二人押出门外,准备将二人带至西边山上处决掉,在路上时,会计理基因听到附近车辆的报警声儿开始反抗,胡文海将其直接打死。 而后将枪口对准胡根生,由于打出的是哑弹,胡根生趁这个间隙和胡文海争抢起枪来,胡文海令刘海旺用消防斧去砍胡根生,胡根生被砍伤后不得不松开手来。 胡文海找到机会装填子弹,并向胡根生开枪,胡根生倒在血泊中,但胡根生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通过装死躲过一劫,随后的时间里,胡文海杀性大发,由于之前煤矿的事情导致他对村干部都怀恨在心,他来到村口商店杀死了前任村长夫妇,又来到胡根生家中残忍射杀了一家三口, 而后来到又来到村支书李立生家中,果断地射杀了李立生夫妇,他们的女儿也没能幸免于难,只剩藏起来的儿子活了下来,此时胡文海已经杀红了眼睛,只要看到了有一点小矛盾的村民都会把枪口对准他。 在这三小时内,将村内共计十二人杀死并重伤三人,而在这被杀害的十四人中,年纪最大的有七十一岁,而最小的就只有十岁,这十四人中只有四人是由于交地纠纷被胡文海认定要杀他的人,而其余他人均和胡文海并无太大纠葛,或许只是与胡文海之间存在小摩擦,就被他拿枪口指着并残忍杀害。 在作案完成后,胡文海返回家中,拿上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开始逃亡,而后在逃亡途中被民警抓获,被捕后他毫无悔过之意,甚至扬言自己还有人没有杀。 等自己回来还要对他们动手,面对这般慕无网法的罪犯,司法人员对其也是坚决地对他们给予严厉的制裁。 在2001年12月25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胡文海的案件,并当庭宣判胡文海犯故意杀人罪和私藏枪支罪,两罪并处,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犯刘海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青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决无期徒刑。 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被省高院驳回,2002年1月25日宣判其终审判决。 于上午10点30左右对其二人进行枪决,人心的天秤,至此,这件事也接近尾声,胡文海的结局只有法律的制裁。 胡文海在这场案件中走向了极端,尽管他依旧口口声声说自己杀的是贪官,但他所要伸张的正义已经超出了正义的范围,而被他所杀害的无辜的村民却是实实在在的。 就同根据胡文海事件改编的电影《天注定》,一般,胡文海的性格和他身边所发生的事,注定造成他会走向犯罪的极端,而这也带个我们多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被金钱和情绪蒙蔽的双眼终究会带领人走向黑暗,最终造成人间悲剧,而胡文海也并非真正的英雄,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的原因进行任何违法犯罪的事,切勿以报制报,否则只会害人害己。 人民警察和国家政府永远是人民最值得信任的,而国家也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悲剧发生。 同时,这起特大案件中也反映了由于不同时期社会背景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地方监察制度和社会公平正义所存在的问题,而这在当今社会中也可能会存在,这就需要人民的监督,从源头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不断完善国家的治理体系,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见。